美国劳工统计局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3.7% 以连续第二次回升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9月12日宣布 该州因高通胀进入紧急状态 并将责任归咎于联邦政府出台的政策 9月13日至10月12日 该州将暂停对汽车和机车燃料征收消费税 在这项政策影响下 该州每加轮汽油和柴油将分别降价31.2美分和35美分 加州车管所DMV已经扩大了 其居家驾驶执照考试计划 以便那些需要参加知识考试的人 可以在前往车管所办公室之前完成要求 民众可在DMV官网填写在线驾照申请 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选择远程考试选项 并支付申请费 该在线考试提供35种语言版本 考试对象为拥有可上网的电脑或带有网络摄像头的笔记本电脑的客户 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至下午4点 法定假日除外 该考试不能在平板电脑或移动设备上进行 为了防止欺诈 在线考试参与者需要验证自己的身份 并同意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接受监控 该考试可在线尝试两次 两次考试均未通过的客户将被提示前往车管所办公室进行第三次考试 18岁以下的人必须得到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 才能允许车管所与他们在线互动并记录考试情况 并将考试记录作为在线考试要求的一部分 在线考试完成后仍需要去DMV办公室提供所需的身份和居住文件 拍照提供指纹 完成势力检测方能获得指质许可证文件 9月13日上午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乘坐的火车抵达俄罗斯东方航天发射场 俄东部军区仪仗队列队欢迎 普京与金正恩共同参观了俄东方航天发射场 期间考察了安加拉运载火箭的组装车间 以及联盟二号运载火箭发射综合体 金正恩和随行军官认真聆听介绍 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对火箭燃料的特性 运载火箭的推进原理等很感兴趣 参观中 金正恩还在航天发射场的贵宾部上简短留言 随后 普京与金正恩讨讨论经济合作 人道主义和地区局势等很多问题 并讨论平壤的卫星计划 中国国务院9月12日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 从促进敏台经贸深度融合 深化敏台社会人文交流 强化组织保障等五个方面提出21条内容 还从促进台生赋敏求学研习 鼓励台胞赋敏就业 扩大台胞社会参与 便利台胞在敏生活 完善涉台司法服务等方面部署举措 包括取消台胞在敏赞助登记 鼓励台胞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 台胞在敏定居落户实现院落近落 扩大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合业应用范围 努力实现台湾居民居住证与大陆居民身份证社会面应用同等便利 鼓励台胞在敏购房置业 完善台胞在敏就业 就医、住房、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 依法依规将在敏台胞纳入大陆社会保障体系 优化涉台营商环境 鼓励福建自由贸易实验区扩大对台先行先事